王华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王华一开始把作者介绍一下 这本书神木侦探 作者叫做本田不二雄 他其实在日本 他是一开始他研究了很多 跟日本的宗教跟神社有关 所以他原本有自称是神社侦探 那他跑遍了 其实日本各处的神社寺庙 然后他在这样子的寻访过程中 其实他就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常常到了那一个神社 或者在那个寺庙里头 他会发现好像都会看到很雄伟的树 那这就激发了他的好奇心 所以他就开始去研究 那到底在这个神社里头 为什么会有这棵树 他跟神社的关系是什么 那当他就是开始做这些研究的时候 结果他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好像很多地方其实是先有这个树 然后在这个树的旁边才出现了神社 就是如果有些那个神社历史可以考证的话 那所以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很有趣的现象 为什么 然后他就开始以他自己原本就对日本宗教的那个熟悉跟知识 那开始去整理去爬树出来 那到底这些树跟神社寺庙有什么关系 然后他在这本书里头其实他主要挑选的那个树呢 就是乍看之下也许我们就会被他的那个气势震惊住 因为这些树是雄伟而且通常都非常的高大 而且可以感觉的出来其实是有非常非常长远的历史 那当然就他所找到的资料呢 其实有很多都已经是有千年以上的那个生命历程 而且到现在就是依然还还是活着的树木 那这样子的树跟神社在一起 然后他们就在一般人的心中 其实就把他除了就是认知为是一棵巨树之外 他更有灵气更有神气 所以就是会把他特别特别称为神木 那像在台湾其实也有神木跟巨木的差别 可是在台湾的分类就比较就有点不像日本 在台湾反而是那个活着的那个树 我们会说他是巨树 可是如果在台湾被称为神木的话 那通常那颗神木其实已经就没有那个生命迹象 他就是留存下来对他的一个巨树的形态而已 那可是在日本他就都还是活生生的树 那可是其实巨树跟神木在日本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那作者也有在书中谈到说那到底神木是什么 就是最简单就是当地的人会把它视为神圣的树木 那既然要视为神圣所以当然一定是跟那个神有关 跟神机有关跟传说跟历史有关 那所以作者在这本书里头就会带着我们去看 跟这个树有关的由来 然后跟他的传说 跟他曾经留下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是显现什么样的神机 所以我们这个就可以看出那日本人对神木的一个态度 就是一定先有人看到这个大树长在这边 然后才会在旁边究竟去盖了一个神社就对 对因为其实在如果是以自然的状态来讲的话 那就是日本本身是一个岛国吗 然后他也是因为地势多变 所以在自然界中其实神一个树木其实也很难 就是活得超过千百年 就百年以上可能有 可是千年的其实会很稀少 那可是因为日本他们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其实就是一个算是泛林论 所以他们万物皆有灵 对万物皆有灵 所以树木就是对他们来讲 其实也有所谓的树神 甚至我们读了日本书之后还发现 有一些地方的树木 树神甚至被代表为该地的山神 那就因为日本人让树木具有这样的神性 所以其实也会特别的保存保护他们 那这也因此就让树木的年龄能够更为增长 那所以就是在他的探访中也发现 其实真的有人积有神社的地方的树木 他的那个年龄 其实甚至也不乏三千年以上这么久远 对那这是人跟树的关系 好接下来就挑一些特别的树种跟我们介绍 好那他在第一章里头 其实他就大概有以五种树木 会是比较常见的那个神木种类 那包括像张树山树然后银杏银杏我们也算是蛮熟悉的 然后像还有考树跟举树 那像就是我们讲那个张树好了 那现在就是大家还是有在注射疫苗嘛 那有一种打法叫做渔美式打法 那其实渔美式打法就是来自日本那个福岗县的渔美艇 那他跟神木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在作者在这本书的第一章里头 他就讲到渔美这个地方 他其实有两个 是日本国家天然纪念物的指定的神木 那分别叫做汤盖之森跟衣瓜之森 那其实是他们从九远时代一个神公皇后 那他代夫出征 然后征服了那个大概有半个草仙半岛 那这位神公皇后呢 其实他出征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自己有孕在身 但是那个没有办法边打边生产 所以他先绑了那个什么就是证实 然后延迟他的那个生产时间 然后等到他征服那个草仙成功之后 就回到日本的这个渔美艇这里来 那他在这里就盖了一个那个小屋 然后在这里生下了那个皇子 也就是后来的那个圣德天皇 所以后来人们就发现 他盖那个小屋的旁边 其实就是一棵大张树 那后来这里的人就把这个张树 就当作是一个保佑安产顺产 保佑育儿的那个神的存在 那所以等到就是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经过千年历史 那那棵树其实就依然活着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把它称为 那个汤盖之森 然后当初挂那个婴儿强保衣服的地方 它也叫依挂之森 那这个其实它是两棵树 可是他们却以森 森林的森来命名它 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 那个树的气势有多雄伟 能够以一棵树 然后让人家看起来几乎就像是一座森林那样子的规模 那所以其实它这里就是跟它的那个日本起源的传说结合在一起 然后另外像那个山树 那就是好像到东京去 大家会去一个地方叫做 就是日本人很推崇的能量景点叫三丰神社 那三丰神社呢 它那里的那个神木其实是山树 然后去那里那个朝拜的人呢 其实他们去到那里 他们会用手就是去触摸那个山树 那去曾经有这样做过的人说 他们在触摸的那个刹那 他会觉得整个身心灵好像有被清洗过一次的感觉 而且他就觉得这个树木好像是活着的那种灵气存在 那所以像三丰神社他就发行了他们自己特别的那个气首 手就是那个护身符 对然后也造成那个大家争相想要收藏的一个产品 对啊 然后像银杏其实因为银杏本身也有那个会长出像气根的东西 那他们叫做脆乳根 那他也是跟那个传说有有沾上关系 因为以前可能在日本就是发生饥荒的时候 那那个就是刚生完小孩的妇女 他没有办法产生乳汁来喂养小孩 那曾经就有一个妇女因为太绝望 所以想要抱着他的亲生儿就就跳河自尽 后来是被那个省舍里头的的那个人员知道了 就带着他到那个省舍的念经 经堂里头去然后就念经 那结果隔天他竟然就那个很神奇的产生了很多的那个乳汁 可以喂那个小孩 那在那个省舍里头其实就是也是有一棵那个银杏树 所以后来当地也说 那是因为那个银杏树的保佑 所以他们后来只要就是刚生产的妇女 或者是想要求子的那个妇女呢 其实他们就会去摸那个银杏树的那个根 那其实那个银杏树的那个根就是 就是其实它不是真的根 它是那个叫做根托 那它的确是它本身就会分泌出白色的乳汁 那就是大家就以此作为银杏树的一个特色 而且银杏树就是在日本也跟我们一样就称为公孙树 也就是爷爷的时代种下来 然后要到孙子的时代 他才会有那个果实收成 那这些其实在饥荒时候 都对人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那个食物来源 那因为这个树也有长寿的意思 所以其实就是隐姓在日本也有常见的那个神木保存下来 那包括像京都的那个东西本源寺 就也有那个令人非常难忘的那个隐姓树 然后其他比方说 像它除了这些跟人有关的传说之外 它也会跟日本比方说一些妖怪传说合在一起 然后所以像那个这其中就是作者 他也去了一个叫做那个筑基大社的南木 他其实南跟张基本上 他们算是同一个树中 可是是不同的名字 然后他就说 那个千年南树 树跟筑者白蛇 对那他们舍 其实在日本的白蛇 其实就是跟龙是一起的 其实就跟水是相关的 对那所以在那个树的树根部分 其实有时候都会发现有那个青的那个水潭 可是蛇盘踞在树木里头 有时候会带来的并不是那个好运 反而是宅恶 那甚至他们就就有传说说 有女子要到潭边去取水 就人就不见了 那后来有青年就是下去那个树的那个潭水之地 才发现那条白蛇 然后他跳进白蛇的肚子里 然后用奋力剖开白蛇之后 才救了那个女子出来 那所以这个就是神木除了有神灵寄居之外 其实有时候在当地的传说 也会变成跟所谓的精灵 或者是妖怪结合起来 那除了白蛇之外 另外反正说还有狐狸 白狐 那我们知道他们很有名的那个营养师安倍 请名的妈妈 听说就是那个一尾白蛇 那这个白蛇就是其实他也是跟这个神木有关 因为他这一只白蛇其实就住在那个性态之身 那那个性态之身 其实是就是他会被发现是因为有一个年轻人 他到这边来参拜 然后他就无意间解救了那个被猎人嘴感的白蛇里 然后他跟猎人发生争执 结果就失去意识 那等到他醒来的时候 他就发现身边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子 然后那女子就跟他说就是 谢谢他的救命之恩 对那他才知道原来这个女子是那个白蛇的化身 那可是他们就彼此就是亲头一合 所以就结为夫妻 那之后生下的一个男孩 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那个安倍勤明 所以神木呢 其实他也跟这些的那个传说有关 然后其实还有就是有些神木啊 他具有的神力 比方说如果人就是没有去那个好好的爱护他 或尊敬他的时候 他会降下灾祸来 比方说就是有一个那个引起群岛 里头最大的一座岛叫做岛后 那他上面其实有有很多就是也是生长很久的那个神木 那其中有一棵神木呢 曾经就是周围的人想要去砍发他拿来建造那个他们的住屋什么的 可是当他们要砍发那棵树的时候 就突然听到很奇怪的巨响 然后突然一阵烟雾散去之后呢 那棵树竟然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 可是他们也想不到到底为什么那棵树会消失 那后来在别的地方就发现了有一棵形状非常奇怪的山树 那他们就认为说 那个山树其实是原来他们想要砍发的那棵神木 变身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存 那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就是开始也祭拜了那个 那棵后来发现的怪异的山木 那这是一种 可是另外想说有人就是在他们神社里头的神木 然后看到他的枯枝 想说那就帮他清理一下好了 可是也在没有取得那个树木的同意之下就进行作业 结果当他要去砍发那个枯枝的时候 那个可能是锯木头的那个火花就引燃了整个树叶 所以就发生了火灾 那甚至用50桶水来交都交不起 后来就还是要出动那个消防车 那等到终于把火事平燃之后呢 就发现那个作业员竟然被落下的树枝所伤 其实后来就是当地的人就说 就是他们没有事先请得那个神木的同意 就进行作业 所以就产生了这样子的后果 所以大家对于神木的力量其实就都还蛮敬畏的 那甚至有的会认为他是神木是那个就是他有担任结界的作用 那如果你穿过神木 甚至更明显的是有些神木他会用那个柱连绳围绕起来 那如果你穿过了这个界线 其实你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去 对那像日本的山就是有些会有神影的传说 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个树木神木的时候 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好像是跟神底固的血液里头 就流传着对于神木这种敬畏之感 所以他们就不会随意的去动那个神木 对啊 所以在这个神木侦探这里头 作者总共就是写下了他去探访过 然后就是让他非常有感触有感受的那个神木 那这本书其实他没有 就是他不是以日本的从北到南这样子分 而是从他的那个树的种类跟形态来区分 那可是这些神木就不像我们印象中会觉得 啊神木好像要到深山里头才看得到 其实没有 他这书里很多神木 其实大概就是电车可以抵达的地方 只有少数只有少数几处 可能因为真的就在以前很热闹的国度 可是现在已经是变成就是荒废的那个山村 那那个的话就大概要比方说 就特别搭计程车 可是大部分的神木呢 就因为都还有跟神社跟寺庙结合在一起 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讲 其实就很像 他们围绕在他们生活周围的存在 那甚至其中有一座神社的公司 他就说 他曾经历经那个上子之痛 那每天他也是要面对来这里参拜的的人 他只能强颜欢笑 可是当他只有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会精神非常的不好 就是因为那种悲痛一直缠绕在他心中 可是他就说有一天早上他起来 然后就看见祠堂外面的那个树 那突然在没有风的状态之下 就发出了沙沙的声音 那甚至在一刹那间 整个那个太阳光线就从树梢 这样整个穿透下来 他就觉得 他耳边好像响起了一个声音 告诉他说 就是不用悲伤 然后他就说 在那一刻 他觉得就是被那颗神木整个抚慰了 拯救了 对 所以其实这本书 他并不是谈神木的自然植物的构造 或者是那个 他的生长到底如何 而是谈 那这颗神木 他会在这里的原因 他跟当地的人 跟其他想要瞻仰 这颗神木的人之间 到底可以产生什么样子的关联 好 今天非常谢谢王华为大家介绍 神木侦探 剑行文化出版 谢谢